好 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 柯文哲近期的政治金流案件 持续延烧之外 今天又有议员爆料说 柯文哲在北市长时期任内 第一个公办都更的社会住宅 也就是大楼新城 这边迟迟有状况也出问题 有住户就抱怨 即使装了避雷针也没有用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连续的 连续三次以上 我们的大楼的角落都被雷劈到 那就很明显的这种设计 或者是这种避雷系统 是保护力是不够的 好 可以看到住户其实相当无奈 因为从2020年入住至今 常常会有漏水等等状况 现在连避雷针都没有用 他们也希望是否可以赶紧来帮忙 另外针对近期柯文哲的政治金流争议 绿议员也有最新回应 前市长柯文哲 陈佩琪最近有在看这个1.2亿的豪宅 柯文哲也脱口说 这个不要装穷 他们买得起这些的豪宅 那如果买得起的话 我们也请陈佩琪医师 为柯文哲过去所犯错的政绩来做弥补 好 除了政治金流案件之外 现在又有了大楼新城案件 迟迟都没有修缮完毕 也让住户纷纷抱怨 难道还要自己花大钱来修房子 尤其是近期柯文哲其实陈佩琪 又还要看豪宅 外界难免都会有心理不平衡的状态 大家都太期待柯主席下周如何给小草和市民们一个交代 以上掌握最消息 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